上午时点正式活动开始之前 领队青梅将参加今天活动的 徒步爱好者们集合起来 宣布了今天的活动规则 我们现在在这位置是三号门 从三号门出发 然后我们到游客中心这边 就是看哪个写回来 必须要带回三张照片 这个是个小任务 三张照片 三张精美照片 不管是你们进去照片 还是你们觉得有趣的照片 最后我们来看哪个的照片 效果最好 规则宣布完毕 大家伙兴冲冲地踏上了行程 一位名叫唐光正的徒步爱好者 更是刚进门就开始小跑 远远地将其他伙伴们 甩在了后面 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人 多数时候还是结伴前行 我们注意到 大伙的脖子上 都带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这是干嘛呢 虽然40岁 但是我的心态压力永远是60岁 所以我就是说 本来生活嘛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 我觉得同心可以减压 我的口号就是 唱和我心里小开花 因为今天的活动规定了 每个人都要拍摄照片 徒步爱好者们行走在路上的时候 对身边的景物 观察的也就更加的仔细 时不时会有人停在路边上 拿出手机拍摄 拍人拍湖拍景物 一路走来 白鹿湾湿地公园里 几乎处处是风景 作为近年来破具人气的休闲踏青圣地 白鹿湾即生态保护 自然景观 科普教育 以及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 园内湖水 微波荡漾 草木葱裕 蜿蜒的步行栈道 在湖边和花丛中曲折向前 一步幻景中 步行其中的人 仿佛置身于山水画中 自有一种清新的体验 后半程我们将徒步爱好者们超越 并且提前在约定的终点处等候 第一个冲过来的 果然是此前一路小跑前进的汤光正 随后的时间里 徒步爱好者们陆续地抵达了终点 领队青梅统计了大伙 到达了先后顺序 接下来就得看看 更为拍摄的照片的 我拍的是烟雨朦胧的样子 今天虽然下着雨 但是我们很高兴 你们夸我们那种徒步的精神 我不想是鸳鸯还是野鸯子 我跟他配的是野鸯子 但是我发现我就觉得是 能够有这种野鸯或者鸳鸯 能够在这个野外这样生成 我觉得成都这个生态好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拍摄照片的时候 或许是长期参与 徒步活动养成的习惯 这环保也是大家伙关注的重点 我拍了一张就是 换工人在雨中打扫垃圾 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脑子 我觉得我们在一个 他们为了我们在一个健康旅道的 一个环境中 美好的一个环境中 他们付出了巨大的辛苦 我觉得这种 又在雨中一个脑子 我觉得我们在户外 在旅游的或者是在健康的途中 一定要保持路面垃圾 一定要保持整洁 不能随便丢一 而是对他们工作致敬 徒步的同时 关心环保工艺 我们为徒友们的环保意识点赞 也希望本次 环城绿道型活动 能够唤起更多市民 这方面的共鸣 全家说报道 是由你愿跃的